中爆料说他是台湾民政府的成员 同时在红素珠的网页上 跟红素珠两人一搭一唱 说要限制外省人的权益 那么这些撕裂族群的言论 引发了网友的愤怒 还传出他也加入了 台湾民政府的黑熊部队 而警方听到之后很震惊 要对这位警察展开调查 光着上身的男子手持长铁棍 任意挥舞 做事要攻击路人 被远警当场压制 没想到徒手制服歹徒的英勇袁警 现在却传出 也加入了饱受争议的台湾民政府 在红素珠的脸书上 日前出现一名男子 主动在上面留言 说这些中国难民的权利 未来会被消灭 并打回难民原型 要看他们的态度 限制他们的权利 夸张言论引起网友不满 男子虽然立刻关闭网站避风头 但还是被发现 他的身份居然还是一名袁警 本分局对此表示 痛心跟遗憾 目前已 左手展开调查 了解真语言的言行 有无违法行政动力 等相关规定 面对属下不当言论 长官也觉得无奈 原来真心原警早在四年前 就已经加入了台湾民政府 连在民政府的官方网站 都还查得到他的登记资料 真心原警是在台北市政府 服务期间 101年底左右 想要了解该团体的一个政治主张 因而接触了该团体 穿着白衣黑裤 听口号整齐训练 这是台湾民政府 自己组成的黑熊部队 但现在传出 曾心原警也加入成了其中一员 只是他身为人民保姆 但相关的言行举止 却已经引起了不少争议 记者林生廖一志 依然报道